闺女每周回家 就好吃这口简单的 想着孩子呀 学习压力大 咱给做点好的吧 人家还不吃 您说气人不气人 咱呀先把这薛丽红切丁 再搭配一些海带 搭配一些菜心 海带 玉米粒 虾仁 焯水 锅里边来点底油 把这姜味煎香 然后下入午餐肉 同时下入切好的雪菜 这午餐肉一定要充分的 把它煎香 加入一些骨汤 如果没有骨汤的话 咱放清水也没问题 加入焯好水的食材 一起煲煮出味 调入生抽 两勺 蚝油 半勺 一个勺尖的胡椒粉 两克左右的盐 搭上一碗米饭 米饭完全吸收汤汁味道之后 加入菜心 葱花 关火 简单又营养的烩饭 相信您的孩子也会喜欢